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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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回到网向编辑部的 《绍兴网新闻》移民版的节目时段 今次就有我许留山,还有新西兰、以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首播时段 记得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留下言一起在即时讨论区 多点留言一起互动聊聊天 就算你过了首播时段听到节目的 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一起留言聊聊聊 还有我们有两个台正向报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我们今次回来要讲讲讲这个 港产超级巨英林思杰 他的花名是否叫做木偶哥 木偶哥吗?好像是 木偶哥好像是当年他还演某一套《处境》 喜剧的时候有其中一个角色 从此之后只记得他当时的角色的名字 木偶哥他真名我都不知道 我不看过这篇报道 我都不知道原来他的名字叫做林思杰 是的 近来也有些节目就不断去走访 访问一下这些所谓去到英国 离散在各地的香港人的故事是怎样 有天大的面子就访问到这个木偶哥 林思杰 看看他是否像整个木偶在英国 在英国 可能是的 看见到他 咦? 想到当年那只狗狗 应该还是同一只 还是同一只 是的 他们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开香港的呢? 嗯 什么时候? 我们帮你算一下 其实 约我在去年的十二月年底 预示者 为何离开香港 和他的老婆 扭扬巧盈 真是巧盈盈的巧盈 一起离开 还有我们在画面看到 左手边和右手边都是白哥 另一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也不懂 不懂 懂得的 网友一起留言说 为了这两只小狗 他们去英国那段路 都相当漫长 见他弃养 所以带这两只狗狗 也是值得支持的事 不过 例如他老婆扭扬巧盈 他说什么都类似 一边说粗口 一边罵 香港就太荒谬了 当然 假鸡除鸡 荒谬 你就是荒谬 大家都想到他 那些 政府 负面新闻 甚至对于 他老公 林思杰那些 可能会不会在电视台 觉得很荒谬 大致上的意思 即使说 离开这个伤心地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伤心 其实机场朋友笑得很开心 有什么不伤心 我也不明白 离开就离开吧 有什么令到他这么伤心 我也想知道 但不要紧 他已经走了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前转 让大家知道 他们两个是如何离开 说自己 一直都很喜欢香港 香港就是他们的根 还有没有想过 会有离开香港的一天 可惜了 三年后的今天 香港已经变得太荒谬 这三年发生什么事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令他很伤心 所以 无奈之下 就离开香港 跟林思杰 木偶哥 还说到 以后还不会回来 又说要在英国 什么落地生根 还是什么 说回 其实林思杰 自己本身 他父母 都是跟演艺界有些渊源 父母方面 也都很好栽培小孩 对于林思杰 又给你去外国读书 又回来香港 又帮你安排一下 去参加第一届的超级巨星 也有出歌 也刚才是台阳话齋 一二年的时候 就让你去参演这个处境喜剧 爱回鸡 做木偶哥 有了一个机会给你 人所共知的木偶哥之后 可惜这个星路 始终也叫平平无奇 其实除了一命二运三风水 你有命了 又没有运 当然要靠自己的实力 或者看自己做不做得好才行 可能风水不好 这样吗 就差一些风水 转了去英国 那就不同了 真的 很风水 风生水起 其实他也不需要风生水起 最重要是什么 两个字 自由 差不多了 开心 还有也是两个字 空间 当然 我们一起说空间 你家庭会小吗 我们有所不知 对于这些温室长大的人 他们的空间 不是这些住屋的空间 例如父母 或者其他人 你这些空间我可以不可以 即是那种 心理上的空间 是的 可以离开父母 父母常常逼得他太紧 会不会这样 又或者常常见到他 爹地 假设 我不回去TVB了 不要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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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展不到 不適合我的 怀才不遇 OK 可能是类似这些 想想想想 就觉得 宝宝空间我 OK 即是这种 我估计 这种 这种 去到这么远 空间很大 离开父母这么远 是的 我前转再给大家看一看 好 去到那里的时候 还没有说到英国 他们首先乘搭飞机 去了瑞士的苏尼西 然后再转机去到法国 然后我不知道 为什么狗狗要入英国境内 不知道不能坐飞机 如是者 很想快点带狗狗进去 他唯有要在法国 乘搭的士 记住 是乘搭的士 禁车尺 你没听错 法国乘搭的士 然后去到英国 没错 乘搭了三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的士 哇 不要紧 爹地有钱 老实说 你自己也懂得说 你自己的星路又平平无奇 这个扰扰考研 你也不知道做过什么 你们两个有多有水 是这样的 然后再说回前转 说到希望在英国 到时都会做些小生意 就是会开个patreon 看看有没有生活东西 就放给大家看 就是希望大家到时给他一些钱 哇 只有patreon便足够了 是 只要赚钱大计 还说开个农场 还有一个b&b 就是早餐和床 即是又有早餐又有床 是的 早餐和床 招呼香港人 然后有空就打理一下 做一些旧车 装修一下 或者装修一下 还是怎样 说到自己在英国 就很开心了 就不会回来 或者是怎样 那么开心的生活 原来背后 我们听起来也挺好 听起来也挺好 很有计划 很有理想 最重要就是 老爸有钱 对吧 坐的士 30个小时的士 如果叛赛是我 我就租车车就算了 我更惨 我踩单车就算了 即是后面有个泥 即是后面有个泥 可以塞着两只狗走走走 哈哈哈哈 可能不止踩30个小时 不行了 要100个小时 过几月都去不了 回来 我们看到 至少在家里 金钱上 或者某程度上 都不用你担心什么 要去就去饱他 是吧 一般那些去到英国 还要想 找什么兼职 最低工资 你去到就要开B&B 很厉害 厉害 厉害 一去到就收购一间酒店 还是自己打一间酒店 收购快点 不等得这么久 你想想 香港人 即是香港人 去到 或者去之前 仍然在找租B&B 你去到就要开一间 去到开一间 多串 人生胜利组 当然是不同的 就是 你有这样的人生胜利组的可能性 竟然 现在看到一些报道 我真的打了个凸 说我离开香港之前 曾经想过 要自尋短见 不是吧 我已经转世了几十次了 如果 自尋短见 我就已经转世了很多次了 即是有这么好的条件 你只是 这个什么鬼 和阿扰 巧妍妍 结婚之后 你没有听到 跌到地下 欧洲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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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老爸给我 你真傻 你真是 是啊 搞笑 你听到 你不是超级巨鹰 我没有骂错你 就是超级巨鹰 你有这样的条件 就是 去完四十天的蜜月 你想想 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 都不行 这间公司真的都乱过乱世街人 是啊 就是 那些客人已经召唤你了 你去四十天 两个星期已经顶尽了 对我来说 是啊 我还记得台阳是 家人 你也不是动物业 你是和家人去玩 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 要静静地打开电脑 是啊 偷偷地工作 哎呀很可憐 为了那两个钱 哎呀 都觉得自己这样做法 都很悲哀 哇 但是你看到他 去到就要去四十天 那是湿碎 但是也想死了 哎呀 啊真是可憐 你不得去什么 即快点 大家一听着节目的你 可能说 哇你没有搞错 有些可能说 哎呀我结婚的时候 都没得去到蜜月 即是都要继续上班 即是可能最多 可能是澳门 那些 再数下去 就当是 我假设了 可能去到我们 芒友 即是晴姐 即是年届七十 这些年纪 可能还在想着 哇 喂 即是日本人打到来 会是怎么样 我还在想着 哈哈 哈哈 喂 有没有搞错 你真的 喂 如果真的日本人打到来 那你怎么捱 他捱不了 自七即下 或者可能又去其他国家 开B&B 那时候 日本人打到来 我先走 第二个国家开B&B 哈哈 叶文啊 这么好打 都是去产梅 你没有搞错 他没有想过要兴生 是不是 没有嘛 如果日本人打到来 他可能会立刻兴生 也不一定 立刻做汉奸 这些人 哈哈 哈哈 都可以 做汉奸最快 这些我真的看得很生气 不过你有你的想法 你有你的自由 那我们再说 就是去访问他 他说 结婚后 动物穴 就开始有移民的念头 背后的目的 就是追求快乐 和生活的空间 哦 我也是追求 可以吊命 一色常存 我也是希望 狗且偷生 我也是 真是可憐 大家 你现在追求生活空间 我就是狗且偷生 那只流矮一样 真是可憐 随时 会被这些 好像 叫什么 一只手指捉死你 那个 是不是叫洪潮风 是呀 一只手指捉死你 即是我们逃避 人的手指会捉死我 那怎么办 那好吧 林思杰就说 一向都有想去外国住下 的想法 一向 是的 真的开心 想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 开心的 就说到了 空间 即是空间 这件事 不单是地方 还有一些 想做的事 和想过的生活 哇 这个 其实我也反复想过很多次 我经常跟自己说 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到了我退休的时候 当然 我才会有 先享受 是的 是的 我的心愿是在台湾 还到单车 但是在哪里可以 哦 现在这么多工作 得鬼闲还到吗 怎么还到 所以我在想 如果到了某一个年纪 我仅足够体力 去还到单车便好了 他觉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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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一些 例如 TVB都给不到 我想做一些 我要做到 没有刺激 就是做男一 做成才行 就是 没有男一 让他做 Yoyo 那个老公 糟了 我不记得 那个什么 什么信 什么 黄浩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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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样 做到这样才是 我说 太大上头了 诶 诶 诶 他说 他看到 林思杰 木偶哥 空间不足的情况 看 真是 你活得很辛苦 做不到你想做的东西 怎么办 木偶哥 移民 所以 走 挺快 原来去年7月 刚才我们说 年底的时候 就飞走了 对吧 是 看到大概 好像是 他说原来10月 已经来了 不过我看到 他的报道 和照片公开 是12月的 我先说 7月的时候 就开始商量和筹备 很快就已经飞了 走了 他说 当时 簡直 为什么说你们是超级巨鹰呢 他老婆 批洋考型 说 他怎么说 压力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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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压力 我都不明白 他们的生活 怎么会有压力的 压力就是什么 要填表 填表很大压力 那你不要移民 填表也搞不定 对着一大堆不熟悉的文件 真的很大压力 哎哟 为什么不找代理 找代理做 代理帮你填 需要自己填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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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吗 他说我对于去英国 虽然他们未知这个决定是对不对 但总是要尝试 考型说 如果错不重要 就回头 但是要试 趁年轻去多些 看到木偶哥来到这里 就没有吐吐吐吐吐 整个人不同了 整个人精神了 精神爽力 这些呢 力量翻了 这些人 为什么把火呢 你又不是优柴又不是优迷 你也没试过优柴又不是 这个人是什么优物 这个人是 不知道为什么无事 根本就优一大冷餐 优惑 优惑小生 觉得自己是 不能的 就是怀才不遇 屈屈不得志 或者好像这类型的东西 是 如是者 巧瑩瑩就说 他 过往来说 不是那么喜欢 这些幕前的生活 所以一直寻找自己 喜欢的生活 哇 那巧瑩 就真的很开心 他说来到 就可以慢慢 这些真是 梦幻一样的生活 豆腐 你怎么样 都是自己慢慢做 就是慢慢磨豆腐 可以在那里 这么聰明啊 哇 这些生活体验 我也想试一下 慢慢自己做豆腐 哈哈哈哈 原来你这些人 有没有搞错啊 就是说自己 想离开这个世上 曾经 神经 这些叫什么 无病新人 是不是 似乎是 的典型例子 那时候就说 香港是什么 伤心地 是不是 伤心 以后不要回来 继续来在英国 英国很开心 继续磨豆腐 是不是这样 如是者呢 我觉得最离奇的 就是 有什么值得 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说 他不是一刹那的 就是一刹那有这个念头 那么小小的 原来他说 不是一刹那的 长期都在想 就是怎么样 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林斯基 哇 真的 这个世界是什么 对你不住 其实 可能他觉得这个世界 真是生无可恋 可能是这样 也可以 英国 不需要出什么手 都叫做救到人 真是好事 是不是 他自己来的 他还拿了一大块钱 帮他买 还买过B&B 还买了一架 不知什么 几十年前的保时捷 就说他翻身下的 股东保时捷 是的 翻身下的股东 就是自己 时间多 是吧 翻身的话 这些事情 需要不需要时间 自己都不会做 找人做的 我相信 不需要自己下手下股 这些就是他的空间 就是想做一些 平时做不到的事情 是吧 哦 这样 挺好的 整个精神晒 衷满了 可以 充实了 是不是 我真的不太明白 这样的生活 都说想离开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太疏干了 命水这么好 都想离开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他这么好命水的人 都想离开 我就已经投胎了九次 已经大把了 因为他觉得 很糾结 一件事就是 离开香港之前 他说 怎样才开心呢 这种开心是一个很抽象的 我试试试试问那些人 做事很辛苦 想哪样才会令你开心呢 我问了台湾人的朋友 他说 买一杯珍珠奶茶 或者买一杯 喝尿店间的野饮 这样会开心 那会叫开心 喝哪家的食物很开心 如果你问我 我也曾经被人问过 去吃一頓頂太風 這就是我開心的方法 林思傑、木偶哥 珍珠奶茶頂太風 對於他來說都是無所謂 台仰說去吃壽司 假設就已經是一件令他值得開心的事 甚至乎我們見到最近的譚詠麟 他接受的方法時 他說最高紀錄是不知多少年 沒有放過假 他說他的願望就是睡一小時 這樣就開心了 如果換了林思傑 什麼?一個小時教?有沒有搞錯? 投胎一百次都不行 那倒是 沒有空間 生存空間也沒有 快點死掉就好了 睡眠的空間也沒有 也不知道在哪裡睡 我們看看 這些就是上一代 或者叫上上一代 他們那種工作精神 還是怎樣 我們對回七小福 小時候天風光 起床練功夫 練不到藤條 炆煮肉 有很多不同的佛理 扭耳仔 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哇 你有沒有搞錯? 怎樣才叫我開心? 還有什麼值得你不開心? 你又星途 暗淡 就是暗淡 平平無奇 又餓你不吃 還可以有結婚 還可以去四十天歐遊 幾個人 是不是? 家裡有錢 有錢 其實這樣也說不開心? 你有沒有搞錯? 照樣很開心 還說有一段時間不開心 要想怎樣離開這個世界 如果現在被他們的父母聽到 真的嚇死了 可能要 馬上飛去英國 探望他們 兒子兒子 有沒有事? 是否不夠錢用? 我再打多點過來給你 是不是這樣? 又或者 讓我過來看你的空間 夠不夠 這麼小的 這個B&B 只有四間房 這麼小 不行 買個大一點 要十二間房 十二間房 但又怕會不會打你不到 不要想起傻子 累不累? 不如請幾個香港家來幫忙 好嗎? 可以 可以 請手足 請手足 好嗎? 手足 所以 我看到這些報道之後 一堆鋪天蓋地 這麼幸福的人 竟然說自己想離開這個世上 我看到很多媒體很搞笑 立即擺放那些 什麼Maria 那些Hot Line 什麼醫管局 什麼精神什麼什麼 那些 這個林俊傑 用來打這些嗎? 打給他爸爸 是嗎? 對 打給他媽媽 我沒有空間 我想離開這個世界 還有 如果假如 服了他 服了你貼地 給了我 有沒有搞錯? 你現在去到英國 跳跳跳 你看看那些BNO 突然開始覺得那些BNO 好像真的厲害了很多 是不是? 厲害了很多 你拍到他身上 那些BNO 真的要做一些比較基層的工作 還有要交租 不斷捱下去 有些都是捱到 真的生活有所改善 他們的生存能力 很明顯就是 比這位林詩傑高 林詩傑少少東西 就說想輕生 又說空間不夠 現在這麼大空間 還有沒有說不夠呢? 我也很想知道 不過有一樣東西 大家都可以肯定的 就是 有錢父母 本身已經是人生勝利組 你已經勝利了 就不要再想什麼輕生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神奇 這麼優厚的環境和條件底下 去到BNO組加英國 還有時間 慢慢讓你玩古董車 研究一下怎麼搞 還要讓你 這麼有他條 放狗 不是吧? 台湯好像沒有去放狗 我有放狗 不過沒有拍視頻 或者沒有他那麼疏乾 就是放狗 沒有他那麼疏乾 通常很快 不會說抱著他 躺在草地 躺那麼久 不會這樣 你看他多疏乾 狗仔多開心 多生意 我不是的 我都是限制時間 出去一個小時 燃耐 一出一入 就要回來 繼續工作 真的沒有他那麼疏乾 大家不妨 一起留言說一下 原來這一代 我不知道這個超級巨聲 這些東西 原來是這樣的 再倒轉來看 我看到他更好笑 他那時候結婚之後 好像沒多久 還說離開TVB 做一個獨立歌手 還說 老婆陪我一起捱窮 辛苦你了 這樣也要窮嗎? 現在去到英國這樣 怎麼會窮 怎麼會窮 沒開玩笑 你擺酒等等都不錯 肯定是不錯 我們回看 一個開口賣口 又說開B&B 又說買保時捷古董車回來組裝的人 那時候怎麼說呢 正式離開聲夢娛樂和TVB的賓主關係 大概就在2020年的年中上 他又在Instagram 立即很囂張 就說TVB開出來的續約條件 就是錄秀的合約 即是怎樣 一年呢 保證你有12000元的收入 蛤? 你沒聽錯 一年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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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其實 其實就是給你 那12000元 給你 就是當是興趣 就是給你機會做一個show 你做完這個show 做得好的 就有其他合作 即是其他媒體也好 其他不同的商業機構也好 這個一個意思 就是 衰些說一句 他說 這個12000元的收入 一年有12000元的收入 令他覺得很震驚 所以決定離開公司 做獨立歌手 即是他覺得 什麼?12000元? 難怪他想興生了 12000元? 買他的 导物月來回機票 都不夠 真是開心 對吧? 他也有說 12000元? 雖然連一個月的租金都不夠 不過看到TVB這樣 簡直對我 天大的恩賜 說完這段反話 我12000元感激 不過我今年三十有儀有加失 請問如何接受這份恩賜呢? 請問你當了獨立歌手之後 有什麼好歌 還是有什麼輝煌的戰績呢? 你當作你自己是劉德華 對吧? 劉德華當時 做完獵嬰 電視劇大受歡迎 後來選擇不簽TVB 跳出來拍電影 如是者就有今時今日華Dee的地位 例如周星馳那些沒有再拍電視劇 跳出來做電影等等 你當作你自己是這樣的嗎? 你先看看自己是怎樣 我想是 可能是 真的 你不是隨便唱過超級巨星 木偶歌 當作天王巨星才是嗎? 我想太多了 我覺得他應該比較現實 再衡量一下自己的筋量 不過不要緊的 不衡量也無所謂 始終他是人生勝利組 已經贏了 還想怎樣 那就算了 帶狗去英國就算了 到時有什麼遺產 就算了 看看能不能夠自己 做好自己的NB&B 給點心思 對 好 好 我們今次首播事段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一起留言 留到這個位置 多謝大家 如果聽重播的你 有空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就會看到我們有首播的節目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